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写这种程式 演算法一定会 看你的程式到底执行的多快 或者是算多少回串 你要评估你自己的程式的效率 一个方法就是把系统的时间抓来 然后呢 这边就用array跟lis来看 谁做的比较快 那这个 这边是用array做 后面是用lis做了 前面这一块 TDL是用array做 后面是用lis做了 那结果是 array到lis 用array做很快 用lis做很慢 这详细的我就不谈了 同样的 要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lis要做文字 那最后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些 资料结构里面 有一个还没看到 Dictionary还没看到 但是lis的array 这些都是属于mutable type 那number string 这基本形态还有tuple 它属于immutable type 有一部分是 是passed by reference 有一部分是passed by value 那 那这些time里面 它的这个 我们刚才都提过了 就是这个 那这些例子 其实我们刚才也都提过了 所以这些就是再一次的 把刚才的那个mutable immutable 再复习一次 所以大家 这个部分应该是 在python里面算是 核心部分 在资料结构的部分 所以这边应该要弄清楚 好 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 下场课我们主要看 Django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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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